我们不明白的就是 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心脏这个区域 会产生一系列不舒服的感觉 来 我们通过这个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上面紫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勒肩神经 这个勒肩神经呢 顺着这个勒 两个勒股之间这儿发出来 那么这个神经呢 从后面往前斜下的绕行 绕行到前面去 所以它就刚好支配这个前胸 它会引起这个前胸的疼痛 容易引起这种心慌 胸闷 前面这个前侧有一个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也支配这个心脏 所以它产生的症状呢 都会引起前胸的疼痛 这个时候临床的专家 就会有一个判断 判断它到底是 哪种原因引起的疼痛 那因为我们是从这个 解剖结构上能够看得到 确实有神经的密布 分布得非常的紧密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 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出问题了 咱们还会有心脏的这些反应 胸闷的气端 会出现的 从中医上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儿有一个重要的穴位 你看 我们从这儿开始数 这个第一胸椎 第二胸椎 第三胸椎 第四胸椎 第五胸椎的极吐下缘 正中线旁开 1.5寸 也就是两个手指宽 这样的一个位置 增加骨缝 双侧 对 双侧 各一个叫心疏穴 我们这个穴位 那它管什么呢 那这个 它就是支配这个心脏 就是负责这个心脏的 气血的胜衰 再往上呢 在第二胸椎的下缘旁开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 还有一个穴位 第三颈椎下缘 也有一个穴位 它们是封门和肺疏 它管这个肺脏功能的 这个胜衰 所以它整体来讲 心肺的功能 跟背后的穴位都有关系 我想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错位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引起 这个病人的 这个心肺功能的不舒服 会产生一种胸闷的感觉 气短的感觉 就会出现